哈囉 大家好 我是住在胡志明市的BOBO 因為爸爸在越南工作的關係 所以我也跟他來到了越南 那我們今天要先去Vincone買東西 帶大家看一下越南現在這邊的街景 車真的超多 然後我發現越南人很喜歡按喇叭 好像是禮貌的一種 如果在台灣按喇叭 可能就會很怕前面拿球棒下來被打吧 這邊路有點長 我們加速一下 加速加速 我們到了這次我們要買東西的地方 來看包包囉 可以可以拍嗎 可以 你要送誰 那個不錯看 這個也不錯看 這種香奈兒風 他們又不裝什麼東西 要不要那個行 不要玩這種皮的 皮的感覺比較好 而且有金色的 你都不知道越南人的 美山口味 這個勒 那個也行 那個齁 還是那個小 我們現在來看第二家的包包 很可愛 我覺得太小了 對啊 還大一點 這個啊 這模仿看不錯 那仔細看 那個 白色看起來是還沒適合 這個 就很普通 普通喔 那外面那個好看 可是萌一看就很普通 對啦 還不如那種那個帆布包好看 那個最喜歡一定local的 就是那種金色的 所以我們決定回第一家 買剛才看的包包 接下來是晚餐時間啦 買完接下來就去吃晚餐囉 來這邊放出我們的美女登場 只不過我有點笨 後來不小心改成直香方式拍美女 還沒有拍很清楚 哈哈 大家就忍耐看一下吧 來了來了 晚餐第一道 這是冷盤沙拉 還上了一個麵包均有附三種沾醬 接下來是我們龍蝦均登場 還有我們生蠔 再來一碗南瓜濃湯 哇 真的看著都吃飽了 太多了吧 下一道吃起來有點像是松阪煮 我只知道它的豬肉 但我不確定它是什麼品種 接下來這一道是鮑 不對好像是鮑魚 然後上面的醬是有點像肉燥跟滷肉 然後再來起司龍蝦 真的就是看了就飽了 總共上了兩道龍蝦大餐 這邊是我們的鮑魚 我覺得這鮑魚很好吃 其實它有點甜甜的 接下來現在是我們漂亮的越南小姐姐吃播時間 原本以為它吃得很開心 但我覺得它好像沒有這種表情 哈哈 這邊是我的鮑魚的部分 剛剛先偷拍別人的 因為我的還沒來 接下來給我們一個焗烤龍蝦 來個漂亮的鏡頭 OK 接下來這一道 它們是食用和牛的部分 然後吃起來很嫩嫩 因為我們點的是吃到飽 所以我們剛剛吃過的東西 全部吃完一輪之後 可以再繼續加點 減減的部分我比較喜歡 提拉米酥跟巧克力蛋糕 很好吃 吃飽之後我們就走到路上 旁邊的街景逛逛 消化一下肚子 給大家看 越南晚上還是這麼的熱鬧 人很多 超級多 而且各種國家的人都有 第一集 先差不多到這邊 那如果大家有想要 叫我們去哪邊探點 都可以在底下下方留言告訴我們喔 好啦 那不多說了 大家掰掰 記得幫我訂閱 關注開啟小鈴鐺